像我們通常在看 一個國家它的承受能力 都會去看說 它的總債務佔GDP的佔幣 陳老師 這是IMF的相關數據 其實最高的目前看起來是日本 很驚人 所以老師像這樣子的債務數據的話 會有危機嗎 還是說其實不一定 還是要分析它背後的結構 對 日本的債務 雖然占的比重非常高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內債 不是外債 因為一個國家 它的國債會構成龐大的負擔 有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就是它有大量的外債 因為內債到最後 不會變成國際的問題 不會引來國際的威脅 但是外債就會了 因為外債你到時候必須要向國外償還 你要債務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拿出真金白銀來償還 所以外債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內債相對而言是比較輕微的 第二呢就是看你的外債存體是不是足夠 因為如果你有很大的一個一筆外債 但是你的外債存體很多 所以將來其實這個外債到時候要償還了 你可以用你的這些外債存體的來抵償 我們在1997年看到南韓的破產 南韓破產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當時欠了很多的外債 但是它的外債存體不夠 所以最後呢它就破產被這個IMF接管 在金融風暴重擊之下 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了34% 南韓的外債存體一下子從300億美金變成39億 外債高達1768億美金 必須在一年內償還的短期外債就有656億美金 佔了總體外債的36% 南韓失業率暴增 引發示威抗議的工潮 許多人隨著金家大漲 只好變賣黃金來渡過難關 南韓政府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583億美元的援助借款 總共花了三年才償還完畢 所以今天你要問的另外一問題就是 它的外匯存體能夠持續它的外債到什麼程度 第三個呢 其實不是看國家 看個人也是一樣 你要看一個人他借了很多的債 他是不是進到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你要看的是他有沒有能力還錢 而有沒有能力還錢呢 通常決定於他有沒有賺錢能力 他有沒有生產力 所以如果他有很強的生產力 他可以得到很高的收入 他就有辦法把這個債務還清 所以第三個就要看這個國家 它本身它的生產所得經濟發展狀態如何 如果經濟發展狀態不錯 那麼即使外債很高也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日本一方面就是因為它的外債層體很高 然後一方面是內債很多 第三面就是日本經濟慢慢 它已經步出它的這個失落30年 開始慢慢的這個恢復成長 所以日本雖然國債多 但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如果放在希臘的話 問題可能就比較大 對所以你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看 就是看它的經濟情況 看它的外貨層體 然後再去觀察 到底它的償佔能力是不是足夠 那希臘目前情況應該是慢慢好轉 因為在疫情過後呢 旅遊進到一個新的旺季 而希臘又是一個以旅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國家 所以希臘應該不止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義大利 新加坡 新加坡它的這個債務其實佔比也很高 所以還是一樣 新加坡你不用擔心 第二個就是它的經濟很強 第二就是它的外債層體應該不低 所以新加坡不管有多少債務 你都不需要擔心 而且看它的外債有佔比多高 所以老師像那個佔比比較少的 就像是科威特 然後土庫曼 土庫曼 所以看起來這些國家 國債佔比比較低的原因是什麼 通常國債比較低都是因為 它的財政的制度比較健全 政府對於舉債的態度非常的慎重 所以它就會盡量的維持它的財政 不發生失智 而且盡量不向外舉債 所以如果它一方面 它政府本身債務就低 另外一方面它的外債很少 第三個如果它有很龐大的外債層體 它就絲毫的不是問題了 新的確保證 新的確保證 如果它被推薦 我們可能會看到 一定的金錢 從新的資料 但什麼都說 我認為是 因為我們看斯里蘭卡它直接就被列為沒有資料 因為它已經破產了 那除了現在就是正式宣布破產國家斯里蘭卡之外 還有哪些國家其實是危機比較大的嗎 有一國家很危險 阿根廷 阿根廷的問題是一個滿特別的問題 因為這個國家原來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 但是它現在發生問題的原因是 它不但是有破產危機 而且它是第十次的破產危機 El Estado Nacional no va a licitar más obra pública nueva y va a cancelar las licitaciones aprobadas cuyo desarrollo aún no haya comenzado Como dije antes, no hay plata para pagar más obra pública que como todos sabemos muchas veces terminan los bolsillos de los políticos y los empresarios La obra pública ha sido siempre uno de los principales focos de corrupción del Estado y con nosotros eso se termina 所以它的國家沒有辦法培育人才出來 沒有辦法培育人才 那當然你的科技發展一定是嚴重落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它的政府在裴隆當政的時候 它非常慷慨 變成一個福利國家 全民健保 全民國宅 然後全民的退休制度 所以它就等於是大撒幣 結果呢 它這樣的大揮霍呢 就讓這個政府呢 它發生嚴重的失子 它的收入 無法這個應付它的支出 所以那時候它的危機已經種下來了 然後它後來呢 它又出現一些問題 它後來的問題呢 就是裴隆呢 它把一些外國企業給沒收了 它把外國企業沒收之後呢 當然它打擊到外商的投資意願 所以外資紛紛退出 所以這國家呢 它變成科技又不能夠發展 而政府呢 又隨便的揮霍 然後呢 整個國家呢 到最後就民窮財進 所以它現在呢 它的貨幣大貶值 通貨膨脹非常嚴重 這國家呢 只會發生年輕幾次的 爆炒危機 我現在看到了 我現在是一個人 在工作 但是這個月 已經沒到到 最後的錢 並不得到 現在他們沒有 都沒有得到 atson大小社低學 因為你看 我顧客 我花了1100元錢 在二十月 今天我扶 Metro 12000元 也就說 1,000元 1000元 水 甲ир 居身 7 anche Pav 家 h 可以带到家裡的食材 雖然是食材每天的食材 但不可以採取的用途